《约伯记》第三章 后来,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 约伯说 约那夜被幽暗夺去 不让他连在平日之中 列入月数之内 约那夜没有声誉 也没有欢乐的声音 那些咒诅日子 善于惹动海怪的 愿他们咒诅那夜 约那夜黎明的星星变成黑暗 约那夜等候发光却不亮 见不到清晨的曙光 因为那夜 没有把我母胎的门关闭 也没有把苦难隐藏 使我看不见 我为什么不一离母胎就死去 我为什么不一出母腹就断气 为什么有惜承接我 为什么有辱补养我 不然 我早已躺下安息 与世上那些为自己建造陵墓的君王和谋士同睡 或与那些拥有黄金房屋装满银子的王侯同眠 我为什么不像暗中流产的胎 未见天日的婴孩 归于无有呢 在那里 恶人窒息搅扰 筋疲力尽地得安息 被求得同享安宁 听不见都公的声音 老少尊卑都在那里 奴仆脱离主人的辖职 为什么有光明赐给劳碌的人 有生命赐给苦命的人呢 他们想死却死不了 找死剩余找宝藏 他们找到坟墓就高兴 非常欢喜快乐 为什么有生命赐给前途茫茫 又被神四面围困的人呢 我以叹息代替食物 我哀哼的声音如水涌出 我所惧怕地临到我 我所惊恐地向我而来 我不得安逸 不得安静 也不得安息 却又搅扰来到 我哀哼的声音如水楼